正暴弹的原型是什么你知道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伟 今天这期就来聊聊正暴弹 正暴弹又称震撼弹 晕眩弹 晕眩手榴弹等 属于非致命性武器 用于在制服对方时 尽可能不造成永久性的身体伤害 正暴弹爆炸时会发出巨大的声音 用于震慑载图 使其暂时失去听力与方向感 从而失去反抗能力 这期中正暴弹的原型是M84正暴弹 是由美国的皮卡丁尼兵工厂 于1995年生产 其目的是为特种部队提供一种非致命性 用来在反恐以及镇压暴乱中使用 其设计为扔进房间 并发出刺耳的爆炸声以及闪光 是分散敌人注意力 或暂时使敌人失去抵抗能力的 一种非致命性武器 M84正暴弹主体是一个两端为六角形 中间分为三节的带孔刚制圆柱 侧面有12个孔 可以使光线和声音充分发出 由于其自带的M240引信 只有短短的1到2.3秒 所以它设计有两个拉环 用来保证安全 M84正暴弹总重236克 长度133毫米 直径44毫米 其内部弹体为铝合金材质 底部有塑料塞用来定位 主装药为4.5克的美硝酸氨烟火剂 美能够制造强烈的闪光 焦酸能爆炸产生巨大声响 两者放在一起 自然能够让人看不到和听不到 很多人想知道一个M84正暴弹卖多少钱 其实只卖150每刀 不过不卖平民哦 游戏里的正暴弹 作用时间在10秒钟 能够对敌人造成致盲和耳鸣效果 帮助自己更好的进攻 不过吃鸡中的正暴弹 由于作用范围小 并不受玩家喜爱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正暴弹吗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